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拖着导弹打游击 大陆击落首架U-2究竟藏着怎样的玄机 U-2被击落 蒋介石父子失落沮丧 敬请关注大陆击落第一架 美制U-2侦察机背后的故事 很长时间以来 黑猫中队不断篡犯大陆刺探情报 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 因此如何尽快地击落U-2 保卫中国大陆的领空安全 捍卫国家的核心机密 就成了人民空军必须尽快攻克的难题 1962年9月9日 69岁的毛泽东 在中南海的菊香书屋 迎来了一个重要消息 尽管毛主席身在北京 可是他的心却一直被江西南昌 一个秘密的导弹基地迁动着 这天上午 国民党空军黑猫中队飞行员 驾驶U-2高空侦察机 被解放军地空导弹部队 在南昌击落 这个消息很快就从千里之外的击落现场 传回了北京 传到了毛泽东这里 得知消息之后 毛泽东兴奋不已 然而在胜利的消息传来之前 在三年多的时间里 蒋介石派出的U-2 肆无忌惮地传入大陆腹地 大量窃取重要军事情报 中国空军对此并非不知情 而是苦于没有有效地应对办法 空军司令部的一位高参 总结了三条 看得见的 打不想 打得想的 够不着 够得着的 挪不动 这位作战参谋的三句话 形象地总结出当时解放军 由于技术上的限制 在打击U-2侦察机时 面临的尴尬处境 我们这雷达它能够发现着 但是它是显示设备 它不是用于作战 所以它打不响 打得响够不着 就是我们当时的舰机机 就是米格飞机 就是它飞行高度不够 虽然它能打 但是够不着 另外就是说呢 萨姆二导弹和它的发射架 比较笨重 要发现了敌机以后 它挪不动 不能马上就位 当时在解放军的防空武器中 只有苏联制造的萨姆二型导弹 够得着U-2飞机 可是能掌握这个尖端武器的 只有区区几个导弹营 此前因为保卫国庆十周年阅兵 解放军的地空导弹部队 此时都还驻扎在北京郊区 可是U-2侦察机入侵大陆 从来没有从北京飞过 因此守株待兔根本行不通 一定要解决导弹机动性的问题 这里是北京南远机场 机场里面居然有一个 不为人知的火车站 1962年6月27日 黄昏时分 一支300多号人的队伍正在登车 从他们的服饰上面 你几乎看不出职业特点 但是他们的行动 却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 配合默契 井然有序 随着指挥员一声力下 列车缓缓启动 悄然离开了暮色苍茫中的北京城 那么市民指挥员究竟是谁 这次神秘的队伍到底要去往哪里 又是为什么要趁着夜暗进行激动呢 尽管执行这次神秘任务 已经过去了几十年 可是曾经在这300多号人马中的老战士 对于当晚的情形依然记忆犹新 这支部队就是颇具神秘色彩的 代号为543的地空导弹部队 全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地空导弹二营 1959年创造了世界防空史上 第一次击落敌机的记录之后 三年过去 他们的作战能力逐步提升 就在二营营长岳振华 带着地空导弹二营的300号官兵 趁着夜色准备踏上征程的同时 另一边空军副司令员成军 和当时的地空导弹二营作训参谋 陈辉廷一起 带着一支先前部队 悄悄来到位于江西的阵地上 我们营长带着部队 在南远这个城府的人带着我们 夺着飞机 我们就去砍阵地去 从那去砍阵地去呢 江西张树 张树机场 到那去砍阵地去 张树机场天很热 我们砍完阵地以后 到树营第一期休的休息 张树长站的领导 多着车去了 开回去了 一下车给陈副司令报告 陈副司令干将决堤了 这个部队进不来了 此时还在另外一边的岳振华他们 原本也是要前往江西的 行军途中他们临时接到通知 换地方 改到另外的阵地执行任务 他们换的阵地 正是先前部队重新做过调查后 选定的 城府的那一听啊 不行了 马上就说 坐飞机走 上飞机走 我们就上飞机走 回到徐世尔去 打好行李就上飞机 坐飞机到常常那一天 说实在是很危险的 飞机起飞的时候下大雨 还打着泪 天山雷鸣的 一路冒着暴风骤雨 闪电雷鸣赶赴长沙 一路悄无声息 乔装打扮从北京出发 此行尽管充满挑战 但却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执行刚刚经过中央军委批准的 最新战术 拖着导弹打游击 长沙是中国著名的火炉之一 这个时候最高的气温 已经达到了摄氏四十度 战士们白天要忍受烈日的暴晒 晚上要忍受蚊虫的叮咬 有一次居然还有一条蛇 钻进了战士们的帐篷 可以说是备受煎熬 战士们千里奔袭 原本就身体劳累 又住在简陋的帐篷里 艰苦生活可想而至 8月份的天气简直热得受不了 这个我们姐弟在机场旁边 这个到什么程度热到 它那个泡道的那个变道 都是水里变道 你脚上的水都没泡 都那么热 六二年嘛 自然在海中 说病号也得多 病号多 也没有病号饭 没有病号饭 只好怎么办 我们营长想了个办法 到人家这个鱼塘去钓鱼 给病号吃 此时相比较千里转场 酷热难耐的考验来说 让大家更担心的 是黑猫到底会不会出现 在战士们紧张的等待中 时间一天天过去 狡猾的黑猫不见踪影 长时间的等待 让冷静的岳振华 也有点着急 远在北京坐镇指挥的 空军司令员刘亚楼 也同样在焦急等待 总参谋长罗瑞卿 对这次任务下了命令 大海捞针 总不死心 这句话对空军的领导 和地空导弹部队来说 意味着极大的压力 当时对付幼儿飞机 中国最大的困难 一个是只有进口的苏联的萨姆尔防空导弹 能够打了它 1960年 中苏关系破裂 到1962年苏联就完全停止 供应中国军事装备 出现一个情况就是 只进口了几十枚萨姆尔导弹 打一发少一发没有补充了 另外只有三个营的萨姆尔导弹 而且主要部署在北京一些 所以其他地方 你根本就没有力量分散部署 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国土面积 两万多米的飞行高度 幼儿飞机可能出现在任何地方 寻找难度 用大海捞针来比喻 一点都不为过 眨眼之间 部队在长沙已经蹲了两个月 连黑猫的影子都没看到 敢说敢做的岳振华 对射服长沙彻底死心了 他决定放弃长沙 可是下一步的射服地点 选择在哪里呢 这是空军高层面临的一个新问题 当时专门负责地空导弹作战的 空军副司令长军 要求参谋们把U-2入窜大陆的航迹图 都标到一张地图上面 经过分析 半年之内 U-2飞窜大陆一共有11次 其中八条航迹有一部分是重叠的 重叠的地点就是江西南昌 黑猫始终没有露面 陈军亲自带着高层门 反复地进行分析推算 二营部署在南昌 没有问题 1962年8月29号 一支神秘的车队 在夜幕下悄悄地离开了长沙 从外观上来看呢 这支队伍好像是一支地质勘探队 汽车后面拖着非常沉重的设备 这支神秘行径的队伍 正是岳振华率领的地空导弹而已 他们的机动方向正是江西 为了保密 在行军途中 全营的人员 服装从上到下 车队从前到后 都做了严密的运动 为出敌不易 他们的新阵地 没有按照苏联条令规定的平坦开阔地带 而是选择了江西南昌附近的向塘 这一带是山地 伏击黑猫的导弹阵地 就设在两座小山之间的一片松树丛中 满山遍野清脆的松树林 为地空导弹二营 穿上了天然的迷彩战役 这地圈在一个小山沟里边 很不够条件 当然没办法 为什么呢 选择整地好的条件 不保密 这是一 第二 你的整地条件虽然好 一会飞机不送去过 没用 没用 所以我们就 陈副司令带着我们 就选择了一个小山沟里边 根本不够整地的条件 硬在那里 熊熊布布地 进去了 谁也想不到 这不起眼的山沟中 竟然埋伏着一支导弹部队 万事俱备 只等黑猫 可是黑猫真的会飞过这里吗 一晃好几天 黑猫始终没有露面 二营的官兵着急 坐证北京的空军副司令 陈军更加着急 他亲自带着高山们 反复地进行分析推算 再一次确认 二营部署在南昌 没有问题 问题就在于 如何引猫出动 把这个尤尔侦察机 引到导弹的部署阵地 1962年9月7日 一道机密的电波 从中国人民解放军 空军最高指挥部发出 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的 指挥所得到命令之后 立刻开始安排部队 做光明正大的转移 他得该成为想个办法 把油飞机给吊 于是我们就 空军司令部机关地研究了 这个吊沟 命令这个南京军 这个轰炸机 飞到这个香腸 轻轻轰炸机 一个大队 飞到香腸落地 第二天 又派了一架重型轰炸机 水道找出一场落地 当时江西南昌 是重要的军事基地 连续两天时间 这些飞机都往江西转移 立刻吸引了台湾方面 蔷介石的注意 在那个两岸局势紧张的时刻 台湾方面一直都没有停止过 对大陆的侦察 只要大陆方面有任何的风吹草动 海峡对岸就一定会有反应 我们这个调步果然有效 那个年代 蒋介石对大陆的活动非常敏感 只要大陆的飞机又有动静 它马上就派出飞机来健康 果然 调尔刚一甩出 鱼飘就动了起来 国民党空军很快就有了反应 就在重型轰炸机转移的同时 一架U-2飞机从桃园机场起飞 以侦察广州为试探 自东向西飞至距离广州市 70公里左右 然后突然转弯由北而南 通过广州市上空 得到消息的空军高层 立刻做出判断 这是U-2对广州进行的一次 试探侦察 主要是看看这一地区 有没有飞弹部队 他的好奇心没满足 肯定还会来 九月九号 天气晴好 万里无远 岳振华和二营官兵 等待已久的U-2终于来了 这一天是星期天 信奉基督教的黑猫中队飞行员 陈怀例外地没有去做礼拜 因为头天晚上 他接到了一个重要的任务 要求他第二天驾机去大陆南昌地区 执行侦察任务 早上六点 陈怀驾机从台北桃源机场起飞 他从福建平潭上空 经过福州南平 一路北上 直奔江西而去 陈怀驾驶的这架U-2飞机 从一记录大陆领空开始 人民解放军空军部署在福建前线的雷达 就捕捉到他的影子 此后对他的一举一动 都看得一清二楚 在江西的山沟里 岳振华和二营官兵早已严阵以待 就在这个紧张的关口 远在北京的刘亚楼打来了一个重要电话 U-2飞机出来以后 刘亚楼也很关心 他坐在指挥说 跟陈乌自领在那指挥 看着飞机到江西来了 他就叫作战参谋 把营长邀出来给营长讲话 它很简单 他说这话 你看到了吗 约正华说我看到了 给我把他打下来 得到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的作战命令 约正华马上进入战斗状态 全营官兵开始战斗准备 对阵U-2侦察机的战斗就要打下 上午7点59分 U-2侧飞临近75公里 二营的制导雷达天线 当即捕获目标 可是U-2并没有往南昌飞 而是在南昌以东70公里处向旧江飞去 难道这一只撞到枪口下的黑猫今天又要溜了 也许是一个优秀指挥员的直觉 岳正华呢 看到U-2走了 虽然下令关闭制导雷达解除导弹接电准备 但是同时他又下了一道命 要求全营严正以待 准备打回窜阵 因为他判断这架U-2随时有可能返回南昌 果然不出岳正华所料 飞过九江市后 这架飞机突然左转掉头 直逼南昌 八点三十二分 U-2进入到导弹火力范围 岳正华下达发射命令 一号 各号三十分钟 三枚导弹弹弹空而起 直冲云霄 三声巨响中导弹准确命中低机 U-2侦察机终于被记录 整个地空导弹二营的阵力 一片荒唐 北京空军指挥所内 兴奋的刘亚楼 拿出自己珍藏多年的酒 请在场所有人都要喝上一杯庆功酒 就在当天上午 新华社第一时间 向全世界播发了U-2被击落的消息 至于哪个部队用什么武器击落的 却知色未提 打架U-2飞机的时候 每次报纸都是发44个字的消息 内容基本上一样 就是我人民解放军空军 在华东地区上空击落 抵U-2飞机一架 没有说过是哪个部队打下来的 甚至一开庆祝大会的时候 还让以前的空军战斗英雄 王海上校出面代表空军讲话 那也是为了迷惑敌人 在信息不全的情况下 如此重大的事件很快就开始发酵 世界舆论纷纷提出了各种猜测 有的说是飞行员叛变 有的说是苏联人操纵地空导弹击落的 还有的干脆说大陆击落U-2是吹牛 一时间U-2侦察机被击落事件 成为国际热门话题 在一次记者会上 周恩来总理被很多记者围入了 他们都很好奇 说你们到底是怎么把U-2给击落的 总理的回答是这样 U-2飞得再高 没有我们人民的志气高 至于用什么把它打下来的 总理的回答滴水不漏 这是我们七亿人民用拳头打下来的 还有一位外国记者问外交部长陈毅 还是同样的问题 你们到底是用什么把U-2打下来的 陈老总的回答是另一种风格 他说我们是用竹竿子把它捅下来的 U-2飞机被击落 让一度奈何不了他的解放军 士气高涨 很快刘亚楼司令员亲自来到江西 查看击落现场 并在岳振华的陪同下 视察了地空导弹二营的发射阵地 在之后举办的祝节会上 伴随着雷鸣般的掌声 刘亚楼亲自为岳振华 换上了两杠三斗的新肩章 正式寄称他为上校军线 庆功会结束了 岳振华的奸章上 加了一个斗 带着崭新的上校奸章 带着一份特殊的见面礼 岳振华跟着刘亚楼飞往北京 他给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 带的见面礼 就是那架刚刚被击落的 U2飞机的一小派残骸 击落U2侦察机两周之后 1962年9月21日 地空导弹二营营长岳振华 随空军首长去中南海 向中央首长汇报 一见面毛泽东就伸出有力的大手 将岳振华的手紧紧握住 大陆这边欢声雷动 而在海峡对岸的蒋介石父子 得知飞机出事的消息 显得十分沮丧 蒋介石亲自到教堂 为陈怀做礼拜祭拜 我今天在耶稣基督佛节日 要特别为我们永远不能放外的 一位同志进党 这位同志就是去年9月9日 驾驶流通飞机的境外宗教 后来又修了一个怀疑神堂 这个蒋介石国还为陈怀这个色相 雕像给他揭幕 他亲自写了一篇 悼念陈怀的文章 看不见你依然存在 第一下幼儿飞机陨落 黑猫中队飞行员陈怀的去世 并没能让美国和台湾方面有所收敛 黑猫中队的侦察任务并没有因此停止 失败让敌人变得更加狡猾 尤其是美国方面 很快就为U2战机加装了一套新的设备 新设备的加入让台湾当局重拾信心 面对新的挑战 解放军地空导弹部队 能否续写辉煌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 参加